发现民众抱怀死亡鲸豚 沙滩上这只死亡鲸豚身躯庞大 海巡人员拿皮尺正量记录 长度约210公分 这只鲸豚身长约210公分 宽度约40公分 高度大约30公分 背部有个大洞 中华鲸豚协会的专家到场一看 发现这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江豚 全球只剩下一千多只 专家切下部分豚体带回研究 并且初步研判 这只江豚是在海上死亡 死因疑似季节转换 气候变迁导致 江豚又称长江江豚 分别出没在日韩沿岸海域 还有中国长江 因为中国工业快速发展 长江环境持续恶化 江豚种群的繁衍态势越来越严峻 苗栗县后龙通宵海岸 11月以来接连出现海洋生物搁浅死亡事件 这只是评比海豚 也是被人发现死在沙滩上 海巡人员费了好大力气 才将海豚移到岸上 还有绿溪龟也死在通宵海边 而且一个月发现两只 甚至出现濒临绝种的保育类 僵豚尸体 显现出海洋生态的保护 刻不容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